十业报国 海外华商 兴起回国投资热潮 酿酒师严守技术机密 张碧氏用技巧取配方 见证正在播出 南海商道第五级 到海外做生意 1896年 历经了多次挫折后 张碧氏终于请到了一位 技术精湛的奥地利酿酒师巴宝 张碧氏给予巴宝丰厚的聘金 让他悉心经办 张域酒厂的酿酒事宜 两人从此开始了 长达18年的京城合作 903年 就在光绪皇帝召见的前一年 张碧氏就向光绪皇帝建言 国库资金紧张 要筹集资金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更需要依靠商人 农 工 陆 矿的行政管理权 应该交由商部 否则是全部一 会成为以商强国的账 光绪皇帝认为张碧氏的建议有道理 于是当年9月下诏成立商部 并亲令张碧氏为商部考察外部商务大臣 这一事件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 实业之有政策 以色商部使 他的心态也都可以说 绝大部分 离乡别井的华侨的心态 都是这样 他不是爱清朝 他是爱我们的族群 是爱自己的华侨 又爱自己的乡情 他不想我们黄土大地的人 是被西方社会的人 牺着去做事 1904年10月 张碧氏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 这次他精心准备的这份奏折 将吸收利用乔资的计划 和盘托出 在奏折中 张碧氏建议 动员海外侨民回乡投资 动之以祖宗卢木之私 运之以一锦还乡 在策略上 张碧氏提出 凑集华资 选择要地 注入一段 开矿一区 就是以华资 用在最迫切的注入 开矿上 路修通了 以各种企业 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但是一个人的力是有限的 希望多方便的 各方面的 例如印尼的华侨 马来西亚的华侨 新加坡的华侨 大家有个华商会 在自己中国人的地方 搞好这个商业 工业经济体系 是同西方社会 考案 张碧氏还在奏折中提出 中国经济的发展 要有所侧重 首先 要以沿海地区 作为开放的窗口 因为海外华商 多数人的集管 属敏越等地区 其中 拥有雄厚资金 有善于军营的人很多 所以 振兴商务 应该先从福建 广东等地入手 也传来好消息 当年是什么时间 是1915年 是打败了 西方所有 就算连法国自己出的酒 都被我们 张家 即是张瑜 让酒厂 打敏 为什么我们 拿了金仗 奖 即是优质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酿酒师巴宝 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 故得不应征回国参战 临行前 他为张碧氏 找来了一位 意大利酿酒师 接替自己的工作 这一变化 使张碧氏想到 万长这么多年 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 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 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 张碧氏案案主妇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 要他们每天跟进意大利酿酒师 学习他的技术 可是这位意大利人十分精明 每次到了关键环节 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 把门紧紧的 不让任何人看到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 张碧氏发现 这个意大利人好酒 于是就设法 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 让他喝了很多酒 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 结果 酿酒师无意中 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 都说了出来 张子章赶紧记录 然后按照记录去进行试验 一次就获得了成功 张碧氏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 1916年9月 张碧氏在印尼巴达维亚病逝 享年75岁 遗体运回家乡安葬 途中 荷兰及英国殖民当局 下半旗致哀 百姓则点香陆迹 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 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商 除了创办葡萄酿酒公司外 张碧氏先后在国内 兴办了十多家工业公司 据专家学者考证 张碧氏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 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 玻璃制造厂 机器织布厂的创 从放牛娃到红顶商人 张碧氏的一生精彩辉煌 以他为代表下南洋谋生的海外华山 虽身在异乡却依旧不忘祖国行衰 出资报国 经过前一幕化的发展和变迁 直到今天 海外华盛门创办的企业 依然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成为那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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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